大家好,我是Hog Dave,一名卡尔加里的地产经纪 今天来到了卡尔加里北面的Karrington社区 这是一个新区,现在很多房子还正在建造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也是一个2022年的新房 这个房子刚刚交房不久,里面已经全部完工了 但是房主从来没有住过,所以是一个全新的20块 虽然里面已经全部完工,但是房子外面的草皮和篱子还没有建好 我们一起出去看看房子外面的情况 可以看到房子是在一个拐角的Karlot 所以它的地比平区都要大 房子对面是大片的绿地 房子的Dryway已经做好了,但是草皮还没有铺上 因为是新区,所以可以看到周围还是在施工中 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县房 我们看看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 一间门是一个closet 可以看到房主已经把房子升级成了9尺的天花板 前面的左手边呢 是一个名侧的powder room 这边呢是mode room 这边是车库 保温什么的都已经做完了 从车库出来 这边就是客厅 餐厅和厨房 是最新的完全开放式的格局 房主已经把所有的台面和橱柜进行了升级 但是呢这个房子 房主没有提供任何降级电器 所以厨房的所有电器还是需要自己买的 这边呢是放置洗碗机的地方 然后是嵌入室的灶台 放冰箱的地方 这是微博炉跟烤箱的地方 这边呢就是攀裙 主层一楼的门窗很多 所以采光非常好 我们到楼上看一下 一张楼梯正对的是洗衣房 这边是放洗衣机跟烘关机的地方 楼梯一转过来是个bonus room 因为这个bonus room下面呢是车库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bonus room这边呢 温度会比其他的房间稍低一点 我们先去看看主卧 一面墙的落底窗 让主卧采光非常好 然后是一个walk in the closet 我们看看主卧的卫生间 台外也进行了升级 换墙了十英的 主卧的面积很大 主卧对面的客户 面积也不小 而且意味着有两扇窗的原因 采光非常好 这就是街角counternaut的优势 可以要求builder多开窗户 当然也需要额外花钱的 主卧出台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也升级成了十英台面和双洗手台 再看一下楼上的第二个客户 这个客户正对着后院 但是后院的草皮还没有铺好呢 这个房间的面积重规重矩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地下室的情况 可以看到地下室的窗还是很大的 锅炉也装了新风系统 房主把地下室也进行了升级 天豪板升级成了九尺 再加上这两个比较大的窗 所以整个地下室的空间感很足 不会让人有闷的感觉 今天这个新房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 整个房子呢 房主花了五万块钱进行了多数的升级 今天咱们看到这个全新的现房呢 市场交价七十二万九 但如果跟builder买一模一样的新房呢 也要七十二万了 而且整个房子呢 房主还做过了很多的升级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可以跟我联系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如果穿了个性能 太子 是 这 台